薄片 飢萝 这就是 叫什么叫 鱼和 薯条 就是200年历史的老人 这你想这么一大块 明天全长在我肚子上 呛呛三人行 这是前几天 我跟徐老师在品尝鱼和薯条 不是吃过一份吗 怎么念念不忘还去 就是那回 没二回了吧 这个英国 没第二回了吧 绝对没二回 这个鱼 我就说英国的菜 我们攻击了好几天 就是乏善可陈 毫无味道 但是后来改观了吧 今天我们要辟谣 在文道兄的带领下 我发现伦敦有好吃的 除了英国菜 你要想到伦敦 它的法国菜 它有意大利菜 它有中国菜 它有川菜 有香菜 有粤菜 还有印度菜 印度菜 我们都发现有好吃的 特别是文道 文道原来写过美食专栏嘛 带咱们去 你看我这流口水 带咱们去吃的那个猪蹄 一辈子没吃过的 那个猪蹄 那是加上中国在内 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猪蹄 那一条野啊 一条野 一条野啊 怎么样 兄弟我对得起你们吧 对好吃了 我给你讲 英国其实呢 它现在也叫做世界美食之都 尤其是伦敦 就伦敦 因为它太多移民 什么人都有 而且它这么大的一个金融都会 有钱人多什么 那所以一定好吃的味道 但你说英国菜很奇怪啊 就你说这个炸鱼薯条啊 这个大家都说很难吃 但我老听他们说啊 其实海边的那些城镇的炸鱼薯条是好吃 但是问题是 我吃过那么多炸鱼薯条之后 我的结论仍然是 这个玩意儿 对 恐怕再怎么好吃 也就那么一回事吧 它因为没有味道 连咸都不咸 我吃的 它没有味道 味道嚼辣呀 它这个鱼啊 而且还一大块 这么样的 你真的怎么感觉 吃半年还没吃完 所以我说 中国人这个理性 到底什么程度 吃的就是热量 它就是个热量 还有这个薯条 对吧 但是你看 有这个问题很奇怪啊 这个法国猪蹄 这么样的好吃 也在英国 对啊 他们也知道啊 这个东西也对 那个厨师是你说是法国人是吧 那我们那天吃那个馆子呢 他也很有意思 那个馆子的大厨啊 他原来 他就是个法国人 但是他一直在伦敦 他原来拿过这个米之林三星 那是最高荣誉 但后来呢 他都退掉 他不要了 因为三星的东西要很华丽 怎么样 很正经 他现在呢 就像我们那天 他做回就是用最简单的 那个菜里面摆出来都是 没有说特别花巧啊 没什么嘛 他要做回酱的一个东西 就反骨归真 就等于一个大师 以前做满汉全席 今天回头做炸酱面 总之呢 弄了半天 还是法国人做的法国菜 是在伦敦这个地方吃 昨天我们也吃了一个 法国的牛肉 闻到 也很好吃 但是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英国人呢 他真是傲慢与偏见 你知道吗 因为他要不是偏到一定程度啊 他那个鱼和薯条可以抛弃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他有比较的嘛 这么好吃的东西 就在你们英国菜旁边 但是英国菜还是主流啊 还是他这个 你这很奇怪啊 可是我跟你讲 英国人也很妙 我记得以前忘了是谁 是毛母还是谁说啊 就英国自己作家都说 在英国你要吃好东西的办法 只有三 只有一个 就是你的早餐 午餐晚餐都吃早餐 什么家 意思就是说 英国只有早餐 好吃一点 那个英式早餐 他说你想吃的好的办法 就是三餐都吃早餐 全日供应 就是打有肠子嘛 就是 其实也不怎么样 吃多了 你也去了 可是可是 我就听说伦敦这几年啊 是有个美食文艺复兴 就是说呢 他们伦敦的一方面的 英国厨师开始想想看 就是说 为什么英国菜会堕落到这程度 这地步 就开始想做好东西 也的确做过不错 那天我跟咱我们周易军啊 那么一块去吃了家好碗 还真不错 那个爱尔兰厨师做的 后来呢 我又去了一家呢 还是马克思故居 就是马克思以前住的地方 现在成了个餐馆 也是做英国菜 也是特别简单 但也做得很好啊 所以他还是有 但是呢 他不普遍 那第二呢 就是一直有个 这是个历史迷案嘛 什么历史迷案呢 因为你想想看英国这个国家 他国家就是个大帝国 他这个国家 他在18世纪的时候 他消耗糖的那个总量 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他入口的咖啡 烟草 茶叶 都超过任何国家 他入口的香料 是欧洲之最 也就是说世界上有好东西 他都有办法弄到 我也是还发动很多战争 对 没错 对吧 来跟我们中国要茶叶 要这要那 所以也就是说 你有好材料 什么东西 他都有 你各地要吃什么东西 他的人遍布世界各地 什么印度菜 中国菜怎么弄 都能带回去 搞了半天 怎么搞成这样 但是在他这个 这个大帝国的这个中心 反而是淡而无味 他们说就是古代的英国 它其实适合于农作物 生长的地方很小 现在大部分的蔬菜 在英国生产的 本地产的很少 那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那些什么王朝的时候 就很少 很少了以后呢 他养成了 这个不是出去找啊 他们就养成了 这个胃的习惯 就是这种 就本我嘛 本我是 其实都是会被决定的嘛 所以他们遗传了嘛 集体无意识里边 就是这种炸 我还听过 我还听过一个讲法 说他们呢 气候不好 其实跟工业革命有关 就他最早工业革命 然后呢 他很迅速的农村人口 他本来也是田野嘛 是不是那天看开牧师那个 他很迅速的乡野的人口 往城市去 都放弃农作 然后那时候呢 他就经历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 就是全国的农业啊 是工业化来做 是规格化的 那么每个地方呢 都迅速抛弃掉自己原来的土产 怎么样 种一模一样东西 吃一模一样东西 用高速的铁路 迅速的往城市运送货物 那么那个时候 而且他们讲究效率 尤其维多利亚时代 讲效率 讲疯了 英国人 讲效率这个东西 跟吃饭啊 是要吃好吃的 是绝对矛盾 没错 他这个是不是也跟他的宗教有关系 比如这个清教徒啊 他觉得不能追求口腹之欲 就说这方面发展的太精致了 在荷兰人就这样嘛 好像有点不对 所以 我曾经从伦敦开车开到爱丁堡 这一路高速公路 那一路高速公路 中间有很多停的 家里有吃饭的地方 全部一模一样 而且我跟你讲 你炸鱼水条还算好 有时候吃那个派 对不对 那个馅饼 Kindy派 你们吃过的东西吗 你肯定吃过 一路 你上回来一路开车没吃 没有 全英国的国食 除了炸鱼水条 就是那个派 那个馅饼 那么比较我们 中国人觉得还能接受 就是那个烧牛肉了 对 烧牛肉算好了 那接下来派 那个就一个饼 那个饼呢 怎么讲 那个饼皮又厚 就 然后 怎么不好吃 我几次看现场 我不是讲 观众秩序好 气氛好 球赛紧张 只有一点最不满意 就外面吃的东西 哎呦 你就不要说了 徐老师 都是八磅十磅啊 一百块 一百块 不知道买个什么东西 我们看 这在英国人那儿都是有名的 就是说 他们的菜 本来就难吃啊 但是他们自己都说 体育场的那个菜 怎么能吃呢 你想想 那它得横到一什么程度 咱们得吃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英国菜不好吃 对咱们这次也正好 不好吃嘛 咱们就戒色嘛 所以 戒色 不是不是 戒时 戒时 然后就贪色了 吃不好 每次都没有 不想当将军的司机 不是好道长 这个我们还是要谈谈正题 看看一些运动员的 这个精彩瞬间 我们这个导演 给出一下 这个运动员 有时候在场上啊 也会有怪异的这个表现 来 我们看看这个 你想这是 花样游泳 你知道吗 你再看下一张 看了这次 你会后悔 没看这次花样游泳 来 你再看下一张 这像哈利波特是吧 哎 二龙 涂水 掐起来了 掐起来了 看着下两 印度选手 你想 哎 花样 再看 再看没了 再看没了 再看 咱们可以看看下一组 这导演再给我们看下一组 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这个种种表现 你看 哦 这一项 夺冠 这个机友还不如林丹的 这陈一斌 陈一斌 这个功亏一篑 痛失这个 根本是被欺负 对 王明娟 这是这个嘴都喊歪了 你看 再看下面 波尔特 招牌动作 而且这个是他等待 你知道吗 波尔特在场上是这么庆祝的 但是回到卧室昨天半夜是这个样子 知道吗 奥运村 所以说15万只避孕套为什么没了 他这个瑞典手球队的三名女队员到他屋里跟他玩手球 他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这哥们儿逗了 这哥们儿制铁饼的 得了金牌 狂喜之下 撕衣服 撕衣服接下来他干了什么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拿徐老师的iPad给大家看看 他干什么了呢 徐老师摇一摇 往下走一走 他先脱衣服 然后呢 湿了 湿了 湿衣服 再往下 在场上奔跑 这时候看见刘翔没跨过去的那个篮啊 他好强啊 垮了个110米篮 这样批着要力的国旗 就是个铁饼运动员 铁饼运动员 不想当将军的司机不是好道歉 他那天是怎么回事 他那天就是场上笑歪了 他本来就喜欢撕衣服 他过去好几次比赛赢了之后 他的嗜好之一就是立马撕衣服 撕了之后就跟场边的人要国旗 批着来 他看到正好前头有篮嘛 田径场嘛 就开始跨 然后跨得被刘翔 还好在那边 没错 可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 我常看这些运动员批国旗那个 他们那个国旗呢 很多并不是说教练组啊 什么早就预备好 他们往往是赢了之后到场边 跟观众要 对 跟观众要 然后观众递国旗 周凯那天就是 因为我就坐在这个很近的 前面有一个中国的中国人带着国旗 等到他赢了 他就把国旗丢下去 对 丢下去他就批嘛 这次有调这次有个调查 就是咱们谁以为谁哭的多 我们肯定说中国的人哭的多 其实不是的 就德金牌啊 他们现在做了个统计 中国队哭的很少 哭的最多的你更想不到 英国队 哦 概率啊 就是拿了金牌之后哭的 但是相比之下呢 唱国歌最多的是中国队 那在领奖台上 就我们的队员会唱 我这次我这次印象最深的是两个 一个就是孙杨 孙杨个一千五百米 一千五百米 因为我看的是从中间看起嘛 所以我没看到他那个头 其实你要理解他那个头 才知道他后来摘一样 摘一样的排水化 因为他差一点被取消了嘛 哦 对 就那一下吓坏了 所以他就哭 然后就哭 另外一个叫我非常感动的 就是一个何可欣 何可欣 高低杠 他那个银牌 然后他很朴实 他就开始在跟金牌讲 他就讲个比赛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就解释 他说大家都希望我拿那个 难度最高的七点四 但是我呢 最近几天呢 其实一直在练那个七点四 但是一直没有 没那个把握 所以呢 我这个要请大家原谅 很少 这个真是好诚恳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我就很震动 他说总是我自己了解 自己更多一点吧 对 我觉得这句话叫人非常感动 然后他就轻轻地流下来眼泪 就这样 太对 但是你说这个 我觉得这种感动 就是他会哭 我觉得很正常 但你说英国那个 我觉得有时候哭啊 不晓得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 因为我好几回英国电视 我们在英国嘛 老看他们播他们那个自行车嘛 对对对 他们怎么在哭呢 他们自行车呢 我看得很好笑 我们刚刚讲拿国旗啊 你们想过一个问题 自行车队员 他就是室内竞速 他跑完了 他们国旗怎么拿 你想看 我看了好几回 英国队 这不是还在绕圈吗 在场内 不能一下慢下来吗 他就问关注要国旗 要国旗 然后关注地面 他就刷一下就过了 刷一下过 过了几圈都拿不到国旗 所以就哭了 急哭了 今天呢 就在我们节目 接下来这个时间 这个任灿灿啊 一个女子拳击比赛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是他赢的话 因为女子拳击 是第一次进奥运会 现在中国队呢 就在跟英国队 决赛 他是最后决赛 中国到目前为止 金牌是屈之可数了 哪一个是一个了 这个是分量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女子拳击的 第一个奥运冠军 历史上第一块 他现在在打 现在全 除了我们指望 任灿灿出色发挥以外 还指望一个人 谁呀 就是他们的首相也去了 卡梅隆 你知道卡梅隆是 以前没注目的嘛 对 卡梅隆一看比赛 他英国就输 因为我们现在好啊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 任灿灿以外 就希望寄托在这个首相身上 没错没错 当然还有一个刘翔的希望 你知道吗 刘翔也挺有意思 就是我可以给 就是说这个商业裹着他呀 这个不但他身上那么多个广告啊 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说那些广告商们呢 反应很快 他这一下啪一下全出来 就那意思又失败者 又怎么很也很了不起啊 就说说一些这个话 但是也有些网友说 这些是想的 肯定是事先准备好的 对吗 两套方案 啪一下就是 就是这一套 但是呢 最缺德的呢 是一个房地产商 这个房地产商呢 拿刘翔这个做广告 结果呢 他没直接说刘翔 但是名字上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看 他这个广告 起到了反效果 就受到了这个 你看 就说便宜时候不买房 等于巅峰玩退场 就是 结果受到网友痛骂 咱们这个广告之后 可以聊聊这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呀 徐老师 你是两耳不闻 窗外事了 刚才刚在祝福 任灿灿 现在场外传来消息 任灿灿 屈居亚军 哎呀 这卡梅龙的不准啊 卡梅龙 哎呀 怎么卡梅龙 这回就不灵了呢 不是 你看你们这个心里 亚军走了 亚军就前两天 刚说这事吧 但是这次是 非常历史性的一个时刻 要是能拿到 就 亚军也很好 但是问题是 他还是希望他赢嘛 对不对 还是想 这个没办法 你还是想他赢嘛 但是你刚才讲到 这个卡梅龙去 就毕书 但我发现 英国有另一组人啊 他这些政要 去的倒还挺灵的 对英国来讲 就他们的皇室 这些你们看到 就那个威廉王子 跟他弟弟 还有威廉王子的老婆 凯特 他们三个老去看 然后呢 一直一在场上出现 就每次镜头都要对着他们 那后来呢 我听说 其实英国这几天很忙 他政府 为什么呢 他现在要利用这个王室 说他这三个这个年轻王室成员啊 形象还不错 多点出镜 然后呢 要他们呢 还要派遣 他们到世界各国干嘛 招商引资 因为英国经济不是不好吗 对 他就趁着奥运这期间 世界上也有很多政要来啊 对 他其实很忙 比如说我天天到市中心 就看到他到使馆区啊 一天到晚 多少那些大使馆的车子啊 啪啪啪啪来来 往往接接送送 英国现在一天到晚 就趁着搞奥运的时候 他政府底下拼命在找钱 你说的对 就说这个伦敦啊 真是个很有意思的城市 你知道多少现在超级豪华游艇 包括那个阿拉伯的那些个王子 那游艇现在都停在伦敦 包括我们的那个那个什么号啊 中文 多号 深圳号 我们这个报鸦片战争之仇的这个 他这个伦敦奥运挺巨人的 你知道吗 这还挺有意思 这要叫 把杜文章都巨来了 不是 咱们就平常心里凑什么热闹嘛 对吧 但是呢 这次一个伦敦奥运呢 光中国冒充上流社会的就来了很多呀 对 哎呀 这帮 我都没法骂他们 就是 我上流代表中国怎么了 说代表中国上流社会了 有这么说话了 是啊 那天有个人给我介绍 说他们是代表中国上流社会了 还真的这么介绍 我说中国有上流社会了 不就是一帮企业家吗 是吗 怎么就上海 反正就不说这个了 我就说很多的确各地是全世界上流社会都来了 而且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 就频繁的party 你想而且你在北京都不会碰到这种情况 就谁知道你来了 突然我的手机就会收到一些朋友的电话 几乎每两天就有一次邀约 就是在哪个庄园 今天有一个晚会 有你们中国的比如朗朗 或者还有谁谁谁 我也老收到 是吧 来 甚至我们还收到说什么社团的 还有什么英国的这个党的要聚会 要请你吃饭 甚至还要什么 我还收到一个什么呢 哎呦 就是代诗朗诵的 什么说 就是诗歌 还有诗歌 就是念诗的 念诗的 弹钢琴的 从一开始就说过了 伦敦奥运 中国办个主场 这一开始就说过了 中国的重视程度 好多这种场合 都是给中国包下来了 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性 这个奥运会 就仅次于英国 简单这样说吧 英国当然是最重要了 他们花了那么大的力量 但仅次于英国 中国是很重要的 不过我觉得奇怪 你想想你看 当年北京我们就这样了解 北京也厉害 也是这样子 北京更厉害 更厉害 北京更厉害 据我知道 北京那个时候 酒店的涨的幅度 比这里厉害得多 北京还有中国自己各地的上流社会呢 对吧 各个地方 各个县里的 县里的上流社会 镇里的上流社会 加钱就不上流社会 都得来啊 都得来啊 镇里书记 都不都上流社会 可是回头 我好奇一个点 你说这么大家来凑热闹 你说平常你会想凑这种热闹 你说平常 要不是说我们要来做几种 当然我也想来看奥运 对 但是你说什么地方搞个大事 一起凑热闹 我可绝对不会 会抽热闹 如果不要自己掏腰包 没错 这就是徐老师这次的选择嘛 徐老师这次的选择 如果不要自己掏腰包 那很多上流社会 都不是自己掏腰包的 我顺便给大家读一句 太精彩了 就是在刘翔出事以后 耐克官方网 推出的伤痛广告 谁敢再巅峰从头来过 即使身体伤痛 内心不甘 让十三亿人 都用单腿陪你跳过终点 活出伟大 一起为飞翔而战 这就是那些广告开始抒清 是吧 其实我觉得是 十几分钟赢 挺恶心的 老实讲 你大伙一起出 就跟哪一大伙一起捅塌 或者怎么样 别搞真心 但你见徐老师说 刘翔太损了 徐老师说什么呢 说刘翔这两次 两次的表演 倒一倒就全部